大家好 我是碳海医院阿峰 刚才去海边看了一下 这几天都是大风大浪 天气一暴也是这样了 所以我今天我就想 我表哥他有一艘大铁船 造价是100多万的 然后他要去沿海 大概100多公里 进行为期两天的这个捕捞 所以我想呢 我就跟他的大铁团出去外海两天 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南海移民的这个捕捞现场 这次风浪很大 老表呢就不去了 3到5米的这个浪 老表一听就屁股发颠了 虽然说这次去的话 可能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觉得呢 带大家了解一下南海移民的这个捕捞 真实的一面 我感觉都很值得 好了 现在马上回家收拾一下东西 就出发 今天呢又出发这个大山南了 不过这次呢是大船开这个大船出去 这个船是我表哥的 今天带大家出到沿海 见识一下我们老泽岛最有特色的这个蟹龙捕捞 现在船头的水手准备起锚了 这个是火表哥 这个是火表哥 哦 还是比较整齐的 这边是主船 这里是睡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吃饭的地方 传言都是没有穿衣服睡觉的 哈哈哈哈 这里是厨房 都是液体的 都是液体的 现在是现在浪很大 因为浪有很高 大概浪高有2米多3米 现在是无源驾驶状态 我过去坐一下这个船长的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浪 这个浪有点大 感觉有点硬传 人家要跑去睡觉了 这个是船长的寝室 这个是船长的寝室 也就是火表哥睡的地方 就躺了比较舒服一点 现在下午快5点钟了 按照目前的速度大概还要8个小时才能到 你这个大路越来越远的话 这个烂就会越来越大 好了 现在不多说了 先睡一觉先 现在凌晨4点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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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好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